不能體會地藏菩薩的意義 假如像各位聽我講一遍 唸地藏菩薩絕對沒錯 但是你假如說那是陰間鬼神 那你就完蛋了 所以有這種雜訓的人 一般民間拜拜信仰的人 就多請他唸觀世音菩薩 唸這個菩薩 或者唸大悲咒都有效 但問題是這些人 你叫他唸大概他不唸 因為他有一種孤傲 通常自閉症跟憂鬱症的人 都有這種孤傲的傾向 所以你叫他做他不見得會做 但是你可以幫他做 這怎麼幫他做就是大工程 我們有機會再跟各位談 好 今天我們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